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092章计划 一名队员悄悄地摸了过去 但是还没来得及放倒 这名警卫猛地惊醒 他大叫一声窝雨 然后快速地按在一个红色的按钮上 警铃之声大响 室内所有的警报器一同响了起来 众人心中一沉 计划周密 结果还是出了岔子 那名队员索性摸出手枪 对着那窝国警卫轰了一枪 惊动敌人了 方圆十里之内戒严 直升机和装甲车全部出动 同时联系地面部队 做好进攻准备 疏散附近村民 黄少辉马上拿起对讲机下令 就在这个时候 所有的电梯都打开了 叶浩轩看着电梯分道的楼层 他转身到军寺 之前猎枪他们有没有著名实验室在哪个位置 他们暂时还没有弄清楚 不过怀疑最底层室就是他们的终极实验室 因为这个楼层从来不让任何人进入 军次答道 一部分人留在这里 不能放走一个人 特勤局的人马上就到 叶浩轩说 这走到通向最下面一层的电梯 浩轩 我等员吧 天知道里面有什么妖怪 想起昨天蛇女的事情 黄少辉仍然是心有余悸 本来以他的级别不足够参与这件事情 但特勤局同样需要精锐部队的配合 所以他就参与到这件事情来 那可是榴弹都轰不死的怪物啊 叶浩轩贸然进去 这不是找虐吗 来不及了 这一次绝对不能让千叶锦子安然离开 我一个人去 你们在上面守着等员 等特勤局的人来之后 分头行动 叶浩轩道 老板 太冒险了 我和你一起吧 王铁柱等人站出来 你们下去了更冒险 我有自保的手段 放心吧 叶浩轩挥挥手 按下电梯 向最下面一层赶了过去 实验室最底层 千叶锦子看着躺在一个透明容器中的蛇女 容器上有着密密麻麻的线头 里面呈有绿色的液粉 里面的液体正在以急缓的速度减少着 看着越来越急促的警铃 千叶锦子就没问到还需要多久 一个小时 恐怕来不及了 骨穿箱子 走上前道 医生来了 千叶锦子盯着墙壁上大屏幕中的监控 只见叶浩轩乘坐这电梯一层一层的向下走 他清楚滑下去 这一次要完全覆灭了 叶浩轩突然一挥手 装在电梯上的监控 马上变成了黑色 小姐 怎么办 骨穿箱子道 毁灭实验室所有样本 另外我需要加快这里的进度 在医生闯进来之前 需要带走一些东西 你要保证医生在半个小时内不能到达这里来 千叶锦子道 没问题 骨穿箱子重重的一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 千叶锦子沉吟了一下 他走到一边一个金属保险柜里 从里面拿出一个合金制成的金属箱 从金属箱子里取出一个奇形怪状的注射器 他走到培养灶那里 按下注射器的按钮 一根极长的合金探头伸展了出来 算了算时间 蛇女完全吸收原液的话还需要一个小时 她现在不能有任何动作 可是时间来不及了 她现在只好抽取蛇女的基因 等回到窝国以后再复制出来一个 眼前的蛇女只好被抛弃了 尖细的针头伸展出来 千叶锦子打开培养灶 毫不犹豫的把手中的注射器刺入蛇女的头顶 足足有几十公分长的注射器 然后千叶锦子把箱子锁了起来 千叶锦子 敌人来了 敌人全部冲进来了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的基地的 我们该怎么办 对方的高手很强大 是华夏鼓舞高手 怎么办 正在这个时候 村正一幕惊慌失措地跑了进来 废物 千叶锦子毫不犹豫地甩了她一耳光 她冷冷地说村正君 你是村正家族的嫡系 也是村正左府的儿子 你身上承载这村 正家族的希望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堪 嗨 村正一幕定了定神 猛地一低头 然后她脸色有些苍白地说 千叶子 我们怎么办 我们所在的地方 已经被华夏包围了 戴上这个 从密道离开 马上 还有 这东西是我们在华夏实验得出的重要结论 一并带走 千叶锦子取出一个随身盘 严肃地说 我早预料到在华夏会有这么一天的道路 早就安排好了一切 你现在以最快的速度去海地 然后从那里搭船回国 记住 不要坐飞机 千叶子 那你呢 你不一起走吗 村正一幕神色慌张地说 我不能走 我愧对家主的信任 我将遇遂于此 以谢家主 千叶锦子悠悠地说 村正一幕还想对于什么 但是外面传出来一阵轰鸣声 显然是有人已经攻到了最下面的一层 千叶子 你 你多保重 我先走了 村正一幕抱着箱子 仓皇而逃 千叶锦子突然右手一抓 身形骤然向前 他的右手紧紧地掐在村正一幕的脖子上 他冷冷地说 你记住 你手里的东西比你的命都重要 如果你带不回去 你切负谢罪吧 嗨 我一定 一定会把东西完好无损地 交给家主的 村正一幕惶恐地一低头 然后转身仓皇离开 等他离开 千叶锦子回到培养糟里 他凝视这里面 毫无知觉的蛇女 蛇女之前 被叶浩轩灵光凝聚的剑光 一剑穿星 叶浩轩这一次施展的手段 极其厉害 就算是他们的基因技术再好 在两个小时内也不能轻易地 把蛇女身上的伤口修复 与其让你落入他们手里沦为小白鼠 倒不如 现在就毁灭你 千叶锦子喃喃地说着 他伸出手 按在了液晶屏上一个按钮上 只见培养糟里绿色的液体被一抽而空 同时 浓厚的强酸注满整个培养糟 这种强酸是做最坏打算用的 蛇女的身体 绝对不能落入滑下手中 强酸一注入 躺在培养糟里的蛇女 猛然睁开双眼 她白色的瞳孔 几乎布满了整个眼球 凄厉的惨叫声传来 蛇女死命地挣扎 拍打这水晶材质的培养糟 但是 无论她如何挣扎 也无济于事 渐渐地她的声音小了下来 她的面容扭曲变形 片刻之后 整个人化作一滩浓血 她的最后一丝痕迹也消失在里面 刚走下电梯 叶浩轩微微地一愣 只见眼前三十多名黑衣人立在她的跟前 这些黑衣人都是忍者 古川箱子站在正中间处 她冷冷地一笑 对着叶浩轩打了一个响指 三十余多名黑衣人几乎是同一时间翻动手中的匕首 一言不发地向叶浩轩涌了过来 他们手里持着形形色色的忍者武器向叶浩轩向上招呼而来 叶浩轩冷笑一声 他右手一挥 鱼长剑骤然出现在手中 迎着最前方的一名忍者拦腰斩去 他的速度极快 身形只是化作一道残影 一剑斩出 一名忍者阴声倒地 叶浩轩挥动手终于长 迎着眼前的人者冲了过去 这些忍者大多数都是一些下人 真正的高手 像是柳生真树这些 有特勤局那群老家伙对付 他只需要找到千叶锦子就行了 这一次人证物证据在 看他还能逃到哪里去 手中于长附上灵光 那简单是一把人形屠杀器 十分钟不到 号称精锐的一组忍者都被叶浩轩放倒在地 古川乡子手里持着一把银亮的窝刀 正在冷冷地看着叶浩轩 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切腹向你们的天皇谢罪 二是我帮送你一程 叶浩轩微微一笑 我现在还有第三个选择 古川乡子冷笑一声 你的第三个选择是行不通的 你在这里无非就是想拖延我的时间 以给千叶锦子争取更多的时间 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华夏军方出动一个团 将方圆十里戒严 一只蚊子都飞不出去 你们做的是神共愤 杀了你对你来说太仁慈了 叶浩轩道 不是是怎么知道有没有活路 古川乡子微微一笑 他的神色骤然变冷 他一步踏出 纤细的身形向前滑行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掠刀叶浩轩的跟前 细长的窝刀向叶浩轩一刀斩出 刀位置 刀锋呼啸而来 叶浩轩心中一领 没有想到古川乡子竟然还是一位上人 平时看他就像是秘书一样 不险山不露水的 可没想到他是一位高手 叶浩轩迅速退了一步 手中的鱼长向上一格 丁一声响 两刀相碰火花四箭 削铁如泥的鱼长 竟然没有将他手中的窝刀斩断 看来他手中的窝刀不是一般的刀 古川乡子嗖嗖嗖 竖刀接连不断的砍了下来 每一刀又刁又狠 几乎每刀都贴着叶浩轩的要害斩下来的 叶浩轩的鱼长比起窝刀短了不少 所以有些吃亏